老公 出来 干啥呀 干啥 不是还没带我们照顾你爸吗 他怎么提前来我们家了 你说些话小声一点 我还在睡觉呢 听到就听到呗 他睡都没睡着 你听到别让他听到你 提前来就提前来呗 不能这样啊 说好的他不能乱来知道吧 都说了一家人照顾一个月 这都没到一个月他就来了 那可能是在我哥家他们那里受委屈嘛 那就想早点过来嘛 是吧 过来就过来呗 我也是他亲儿子呢 那他来这里不委屈 委屈的是我啦 说好谁家照顾就谁家照顾 他不能因为一点事情就跑来我们家吧 我说你说话小声一点 我爸可能都还没睡着呢 你说这些话 我小声不了啊 现在他不委屈 委屈的是我了呀 你有啥可委屈的 他来了我就委屈了呀 说好一家人照顾一个月 那他来一年没有见得有多辛苦啊 是吧 而且我爸他还每个月都有那个养老金 他来这里呢 我们也用他养老金来啊 那也不行啊 该谁照顾就要谁照顾嘛 这样乱了 以后他都不走了 怎么办呢 我们几兄弟这样子轮流照顾我就说出去都丢人啊 以后啊 我让他直接坐这里了 不搬走了 真的是 你在这里挑这个毛病干什么 提前来就提前来呗 无所谓嘛 是吧 这样我心里面不平衡啊 怎么不平衡啊 平啥 为什么 平啥要我照顾比你哥他们多啊 那你能照顾啥 我爸现在你看 能吃 能动 能煮饭 能上厕所 你照顾啥呀 啊 住在一起不舒服 不舒服也得忍 这是我爸 是吧 是我该给他养老 该孝顺他的时候 可是我们一家人都商量了呀 一家待一个月 商量商量 那规矩是死的嘛 人是活的嘛 那如果我爸只有我一个儿子呢 是吧 没有其他的兄弟呢 你要这样想就可以了嘛 有其他兄弟就得这样来啊 但是你要 你可以把他当作没有其他兄弟了嘛 只有我一个儿子这样子就行了嘛 真的是一天天的 提前来就提前来嘛 一天都不行 什么一天都不行啊 我让他在这里 一直在这里你都得接受 我接受不了 我接受不了 不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就离婚 我告诉你 你要为了你爸跟我离婚是吧 对呀 我爸只有一个老婆 没有了 可以再娶 那离吧 你跟你爸过得了 离吧 离去离吧 你以为我判你的很 像你这种不孝顺的女人 谁稀罕啊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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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呀